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我们注意到星期一还是冬雨西晴 但是星期二之后 会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捷径 天气就会有变化 首先我们先看到在星期一 各地冬雨西晴之下 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的机会 南台湾则是要留意在天气晴朗之下 被风测容易出现有空气污染囤积的现象 那在星期一的高温则是可以注意到 上高温一样还是上看在29度 北台湾地区都还是一样炎热西半部地区 同样也都是在29 30度 不过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 封面逐渐接近了 星期二到星期四的这一段时间 受到封面以及华南云气接近的影响之下 天气转为偏湿湿冷冷的 尤其在高温的部分 在星期三到星期四这两天 高温在北部地区下降到只有在20度左右 那在低温的部分会碳得更低一些 尤其在新竹以北 在低温的部分只有在14度左右 这个降温的幅度感受就非常的明显 北部地区高温降9度 低温的部分也下降6度左右 所以在感受上又回到 有点这个冬季末期的感觉 那封面通过 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 主要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这段时间 封面扫过 各地的天气都很不稳定 不过星期四到星期六的这段时间 虽然说封面远离了 但是还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 那温度的部分会缓步的回升 北部地区也不再这么的湿湿凉凉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下雨的机会 相对更高一些 所以未来一周处于典型的天气 春季的天气形态 都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尤其在星期二之后要多加留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张最新的卫星云图 首先在整个的封面云系 现在是处于在华南一带 那在台湾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南侧 巴士海峡这边 有一道的云系 这边是比较吹高层的西风 但这一带的云系 对台湾来讲 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 今天主要影响的是在近地面 低层的东南风 吹进来带进来比较明显的水气 因此今天在比较明显降雨 都出现了在东半部地区 尤其像是在宜兰的南澳 累积雨量就突破到70毫米以上 这感受上跟之前几天艳阳高照 就差很多了 那我们在接下来要特别提醒的 当然就是降雨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未来几个小时的 这个降雨预测的趋势上面 可以看到 今天晚间到明年晨间这段时间 花东地区 尤其靠近沿海地区 会是主要的降雨热区 星期一的晨间 降雨小小的趋缓 但是在中部地区 偶尔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星期一的白天的这段时间 水气量还是持续增加 东南风带进这个迎风面的 这样地形性的降雨 整个花莲台东宜兰都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在北部的山区 同样有些举步短暂阵雨的机会 那接下来降雨的区域 会持续在扩张 而在被风测 则是要留意在空气品质部分 星期一还是偏差一些 尤其是在中部地区 都还是有橙色提醒 北台湾的空气 随着东南风吹进来 一样处于被风测 也是比较不好 星期二到星期三 空气品质 就会逐渐的好转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继续提醒大家 在未来一周呢 主要在星期二的时候 有一波封面通过 封面快速远离之后 北方的冷空气开始南下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吹进来 刚刚有特别提醒 影响了时间点 从星期二到星期四 这段时间呢 天气状况除了有下雨之外 在温度的部分 北台湾高温大约下降 所以在温度的部分 低温呢 大约在14度左右 那在高温的部分 只有在20度 所以在温度的部分 感受上面会有略微的差距 外出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我们在云图上面 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 明天如果你有要往东走的话 东半部的迎风面 都还是呈现东南侧的 东南风带进来地形降雨 往东走一定要记得 攜带雨具来备用了 来看到各地的详细预测了 在北部地区 高温的部分 明天还是可以来到 27到29度 感觉偏热 五间多补充水分 中部地区同样炎热 在高温可以来到30度 温差10度之多 早晚稍微的偏凉一些些 南台湾明天的高温 在30到32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 明天有些局部的降雨 尤其在花莲地区 外出一定要多加留意 而在外岛地区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马祖金门 雨量稍多 澎湖一样艳阳高照 多补充水分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在星期一之后 晚上开始变天 星期二封面接近 到星期四的这段时间 降雨的几率比较高 温度也比较偏低 尤其在星期三 到星期四这两天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低温的部分 只有在14到16度 那接下来天气状况 逐渐回稳 还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外岛地区 同样在星期一之后 降雨的情况 会逐渐地显现出来 小丁您要提醒大家 两件事情 五间偏热 记得多补充水分 往东走 一定要记得 攜带雨聚行车 注意安全 我是陈志根 广回来 请您持续锁定 中视新闻